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喜乐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非常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 见得你过得好吗? 期待我们一起共度今天愉快的时光 透过信仰Q梅这个单元 让我们再次呢,获得生活当中的智慧 真的啊,在生活中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挑战 有好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 今天呢,透过信仰QMA 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问题是 究竟圣经是说要孝敬父母 还是恨恶父母呢? 今天我为你邀请的是江峰老师 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老师 今天要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是 为什么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 又说要恨父母 儿女、配偶、兄弟、姐妹 才能做耶稣的门徒 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这位听友,你问得非常好啊 表示你读圣经还蛮仔细的 但是在仔细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疏忽 圣经为什么这样说? 圣经上神早在旧约时代 在这个十戒当中呢 在人伦方面 因为这个十戒 前面四戒是讲到我们人跟神的关系 那后面的六戒 是讲到我们人跟人的关系 在这个人伦的戒命上 首先神所看重就是当孝敬父母 圣经上这个圣字说 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戒命 所以可见呢 我们的神是很看重 很在乎这一条戒命的 但是往往我们人却做不到 等到父母老了 体力、脑力都迟钝了 都衰退了 那另外一方面 儿女也长大了 有力量了 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往往儿女呢 容易轻看父母 甚至会咒骂父母 苦待父母 管辖父母 所以呢 谁能够听命于 并且真心真实的顺服 而且遵行神的命令 非常重要啊 所以无论我们的父母 他年纪多老迈 我们都愿意孝敬父母 这个孝敬包括尊重 我觉得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谁能够这样做呢? 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了 所以神给基督徒一个信仰的价值 就是要尊主为大 就是一个完全的伟生 完全的信靠 完全的顺服 换一个角度 就说 什么是尊主为大呢? 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胜过地上一切的人事物 包括我们的父母 包括我们的父母 儿女 配偶 兄弟姊妹 财富 名利 甚至于自己的生命 所以换一个角度呢 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 我们要恨地上的一切 不要让这些地上的人事物 包括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心中 大过神的地位 所以诗篇也有句话是说 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要加征 所以我们愿意把神 放在我们内心的地位 我们愿意完全的委身 奉献自己 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尊重我们的神 把神摆在第一位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同样也只有这样的 真正的基督徒 才能够完全的 听命于神的命令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都愿意舍下自己 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 讲到孝顺父母啊 就是说 无论父母的年纪 多么的老迈 甚至多么的贫穷 身体多么的不好 但是基督徒依然愿意 听命于神 当孝敬父母啊 神的话 一点都不互相矛盾的 愿上帝赐福你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天使夜未眠 今天我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信仰QMA 无论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在读圣经 或者是在祷告 我们遇到各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从圣经的真理中 来找到答案 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的棒 究竟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呢 而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提到 要恨恶父母呢 其实读圣经的时候 真的不能够单单的 从一节经文来看 圣经的经文 是要以经解经 因为经文的这些内容 是相辅相成的 不能够断章取义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在读圣经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的圣经的老师 他们都很愿意的 来解答我们的疑问 因此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 通信地址 或是进入救恩之声 透过网站留言板 留言给我们都可以 祝福你平安喜乐 祝福你在圣经当中 获得人生的智慧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当你的希望已在摇晃 你是否失去盼望 失去力量 只要你肯踏出星星的路 美好的祝福就呼之欲出 别笑看了这顺服第一小步 将变成你最羡慕的一大步 他早已知道我们所有需要 把痛苦丢掉 不再忧愁烦恼 他既然知道我就不必再逃 把心情搞好 为他活得更好 好 好 谢谢观看